第五場是短途錦標1200米 潘頓拿了一隻14號中心用事力 預期超兩磅了 肥仔什麼都要減磅了 小小給大家想一下 他要做綁跑這場 第四場跑一場2400米 應該會用力 做完這場1200米 美國兩場潘頓 第五場打後潘頓的座劇 大家想一下值不值得 斜絲要做綁 跑這麼大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溫馨提示一下大家 這隻中心用事 大家不用懷疑質素多厲害 早熟 但不一定拿盡 上場 都是贏得你不能跑 上場田太安跑 預賽那場 當然 那個磅位也是有優勢 上次說過 這次 仍然磅位 是有一定的優勢 瘦養7磅左右 那 潘頓 做磅都要跑 不用說了 戰意一定好 那 莫雷拉那隻 都要選回 看看 這些大賽 可以開得到 莫雷拉 搭潘頓的Q 真分奪秒 級數已經證明了 上場熱身 都要跟你跑 第三 再要計算 那隻馬跑這麼久 還沒脫過三甲 清級數 短暴級數 中心用事之後 到真的跑的時候 始終叫做讓榜 中心用事榜 是有少少不利 但那隻級數 真的最高 沒得不選一號的真分奪秒 2號的偏偏 上場 臨場 都有留意過這隻馬 使出風跑 呃 掩掩掩掩掩掩掩 亦都是因為久留太久 沒有說太過刻意迫見 那麼 尹偉都是 不是說太順利 這樣 這樣 叫做一場新 這樣 那麼你看回 他對上兩季 都是馬房一些叫難滿的身分 差一隻Q腳 今次放莫雅上去 十三甲 師哥 是愛蝶 都蝕得到的 即是上兩季 當銳 那時候 那麼老了一歲 就可能未必得 那麼 今次我覺得 上兩季 亞軍 今季未必能做到 可能會搏一下 3-3-4-4-4 那 已經有交代了 這些馬 好了 賽另一隻4號的 黃蝦王 田泰安炮一檔 那麼 上場就 差一隻Q腳 剛剛看過 他輸給中心勇士 但是這些馬 我覺得 已經跑到盡了 那麼 上場 好像復甦給你看 與其今場 會有些少飛 但是 他始終與中心勇士 爭分奪秒 不是那個級數 一檔都未必能幫到他太多 那麼 我覺得 都是3-3-4-4 所以我寧願 播一隻 冷少少的偏偏 可以反先回這隻 4號的黃蝦王 但是 拼勻了那麼多馬 這隻 又是要扔回的 那麼 這場我覺得 這四隻 我想至少三隻都在了 14號的中心勇士 1號的爭分奪秒 雙膽 然後再選擇兩隻野菜 2號的偏偏 和4號的黃蝦王